資料 第一個你可能要先裝那個什麼Request 那這個裝Request的套件 特別注意我們在上禮拜有提過啦 你直接 假設要裝這個Request的話 記得就是從哪裡的Windows鍵加R Windows鍵應該知道吧 右左下角有一個Windows鍵 Windows鍵加R你打個CMD Enter過就會跳到這個系統 其實一個DOS模式啦 沒辦法因為安裝Python的外部套件 需要自己打指令 而且打指令的時候特別注意喔 你在這邊打的這個指令 他必須在那個就是你的那個Path是要對應到的 因為如果你那個Path沒有對應到的話 你也可能會抓不到那個 裡面的指令因為我們用的指令實際上是 從那個Python的根目錄 這個根目錄的話是在 你要可能要找一下你的Python那個 我們最早在第一堂課安裝的那個路徑就是 Python32 有沒有一個-3632這個 那基本上我們是需要指向哪裡呢 Squips這個 這個 PIP 有沒有這個Py 那所以呢特別注意喔 如果假如你沒有指定那個什麼環境變數的話 那你可能要先讓他進到這個目錄才可以 否則他會找不到PIP就沒辦法執行 所以你要先記得第一件事 先檢查一下 先按右鍵編輯一下這個路徑先把它複製喔 你要先確定你的什麼呢 你的那個Windows裡面 這個電腦按右鍵有一個 右鍵內容 右鍵內容裡面的進階 系統設定 會有一個環境變數 你先確認有沒有一個Python 這個Python的話一定要指向剛剛那個路徑 所以呢如果沒有的話你可能要 新增一個環境變數 按新增 那變數名稱叫Python 變數的值就是我們剛剛的這個路徑 這樣的話呢 才可以很順利的輸入 輸入指令之後呢就可以指向Py 不然的話 你是無法安裝 那假如你已經做完這件事喔 那你就再來什麼 就是 把那個Request這個套件裝起來 那當然我之前已經裝過啦 所以我PIP 那 Install Request就可以 但是如果我要反安裝的話 你就是 Eninstall 假如我把它先Eninstall好了 Request Q-U-E-S-T-S Request Enter一下 那這個地方他問你說要不要移植YES 然後把他移除掉 那你會發現我現在已經 Successful 已經把Uninstall掉了 而且後面有個版本 2.18.4 當然後面還有 會不斷更新啦 當然最好是抓新的 那再來呢 當然我可以 假設 如果說我現在沒有裝的話 你會發現喔 我只要執行 去抓取這個Request的話 你會發現喔 他就會出現這個錯誤 None 什麼呢 Module Name Request 意思就是他找不到 這個Module 所以如果假設你執行的時候發現 奇怪為什麼 程式執行就會出現 表示說你沒有安裝這個Module 這個可能要特別注意 以後 其實還蠻多進階的應用都需要外部的 這些套件 裡面的Module OK 那所以呢 如果你看到這個訊息的話 記得怎麼樣 只要把那個Request裝起來 那Request裝的方法 特別需要 第一個你可能要先設定環境變數 這個要PASS要設定 所以你等一下如果打 常見的就是你如果打那個什麼呢 把這個移除掉 假設我這邊 把這個PASS拿掉的話 刪除喔 理論上這個打PIP他好像會找不到 Enter一下 因為可能我要重新開吧 看一下理論上如果說我把那個 環境變數拿掉的話我打PIP 他會出現什麼呢 PIP不是一個內部 或外部的指令 有沒有 這個時候呢 他找不到喔 怎麼辦 就是要設定那個PASS 設定PASS記得喔 從環境變數裡面 新增一個 名稱叫PASS 然後呢 你可以把什麼 其實打錯也沒關係 這個名稱只是我們一個路徑而已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呢 把剛剛的那個Squip 這個路徑 把它按右鍵 編輯把它複製一下 貼到這個 變數值裡面 另外記得喔 還有一個重點 這個好像蠻重要的 後面請你再加一個 反斜線 我記得好像之前有同學喔 照做 但是呢 還是找不到 後來我看一下 你怎麼少了一個反斜線 這個反斜線意思就是說 在這個目錄的下一層 少這個反斜線就不對了喔 OK有時候特別注意喔 你如果 確定之後的話 那你的PASS裡面就會有一個路徑 OK這個地方要先確定一下 如果有才可以 沒有就不行喔 那當然你現在打PIP 他好像還是不行 因為你要怎樣 把它關掉 因為上禮拜好像有同學是這樣 沒有關掉 再打 所以這邊的話呢 一樣 Windows鍵加r CMD 然後你打PIP Enter看有沒有 PIP 不是內部的 所以這個可能 我看PASS 我剛剛有沒有射錯 PASS 確定 再確定 OK 所以還要再確定一次 才能夠 進到那個 所以差一個步驟 好把它再試 確定一下PIP有沒有 這個時候如果有反應 恭喜你 你可以安裝了 那請你把什麼 Request先安裝起來 PIP Install 打一個Install 然後呢 我要裝那個Request QU EST Request加S Request Enter一下 那這個部分的話 他會幫你去 那個Python的那個 Server上面 確認有沒有這個東西 有他幫他裝起來 那這個時候呢 你再去執行 我們後面的抓取動作 他基本上才會出現 你會發現我把那個 網路上的東西抓下來 那這個東西在哪裡呢 基本上 就是我們等要練習的 第一個呢 請你 先裝 第二個的話呢 到那個 開放資料裡面 那我們第一個練習 我想 從比較簡單的 抓取 開始 這裡面的話呢 總共有2000多個 這個開放資料 這個是 台北市政府的開放資料 而且呢 會越來越多 未來我想全世界都會走向開放政府 因為如果政府越開放的話 當然就沒什麼好講 反而你越想要遮蔽什麼 越遮不了啦 所以有的時候開放 你看就這樣子喔 反正 也沒什麼好說的 也不用投票了 反正資料就公開的嘛 所以其實 越來越 那只是說 開放了 但是你要知道怎麼把它抓下來應用 那怎麼抓下來應用 這邊的話你可以往下找 資料格式有沒有 其實目前最多的 CSV 有沒有 更多 還有什麼 Json 當然還有其他格式啦 不過 我 我們先處理主流的 那非主流的話也許 大概處理方法也雷同啦 所以你可以 那我們找CSV的格式 你可以找那個CSV把它點擊下去 其中呢 我在裡面找到一個是 我記得好像是找CSV裡面的那個 看一下 我好像是找底下這邊的這個 停車場 所以你可以 這是那個 在上面打那個關鍵字 因為這裡太多了嘛 我覺得比較有用的是我比如說我開車來 那我要找地方停啊 而且停的話最好是告訴我坐標 那我可以從Google地圖裡面看到位置 所以這邊我可以怎麼搜尋那個停車場 OK OK 這裡面的話就找到有一個什麼 應該是這個 轉乘 捷運轉乘停車坐標 那他的 這個檔案格是CSV把它點擊下去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資料就出現了 那另外呢 他這邊有個預覽 你可以把它點擊下去 預覽一下 他會跳出就是說 這裡面的資料大概有 總共有五個欄位 你會發現 其實這個資料 就可以把它 放在什麼 Seqlite裡面 因為他就一個table 等一下你一個練習 把它抓下來 再insert into到 Seqlite這個資料就會幫你存起來了 可是問題第一個啦你要先把它抓下來 那要怎麼抓 OK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怎麼樣先show在Python 上面 再來也許你可以結合早上講 剛剛講的那個部分 裡面大概我們會用到的也許就是巷刺 停車場名稱 他的經 尾度 總共會有四個欄位吧 ID這個我想可以不用 因為你要用跟相次一樣的 那 他會跟你講說這個裡面的資料型態是UTF8 那可是我要怎麼抓呢 其實教各位一個方法 第一個呢 他的位置是在這裡 那你有一個下載對不對 那下載按下去的時候呢 他會真的下載 可是問題是 我們現在是需要給 Python去抓 所以我們需要給的不是按下去 而是我要知道這個下載 他的 那個什麼 網址 所以很簡單一個方法 以後看到那個 這個下載 我們按下去 但是按是按左鍵 請你按右鍵 右鍵之後你會發現 這邊有個什麼呢 複製 連結的網址 那這個網址 其實 就是 就是 將來要餵給那個 我們Python的一個網址 OK 那做法上面大概會有幾 一 先 瞭解一下那個 我們 台北市政府的相關資料 所以請各位 先 準備兩件事 第一個 確認你那個Request有沒有安裝起來 那環境變數可能要先設定一下 第二個的話呢 再到那個台北市政府 啊我這邊有超連結啦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點進去 從這邊 點到那個 台北市政府的官網 然後你就輸入停車場 應該會找到那個 我剛剛講的這個 就是 捷運的轉成的那個 停車場 坐標 那 假設我要利用這個當成我的範例 我要直接從 那個台北市政府 的開放資料 抓到我的 Python裡面的話 其實程式 就在這裡啦 而且非常的簡單 按下去 資料全部都下來 有234筆 而且呢 裡面我 不過我沒有全部 我好像只有 抓四個欄位 包含就是編號一直到 名稱 再到 經緯度 OK 裡面的話呢 最重要其實你會發現 如果利用Python來抓的話 他的程式真的非常簡潔 第一個 import request 第二個的話呢 用request去get這個網址 但是encoding的時候 剛剛明明我在畫面上看到是UT58 不過 我用UT58出來居然是亂碼 所以後來我就突發奇想我改CP950 就變成不是亂碼了 所以這個 台北市政府 寫錯了啦 你可以更正請更正好不好 不要 不然的話我們用UT58 我本來用UT58 其實我講過了 反正編碼方式主流就是 微軟陣營跟非微軟陣營 微軟陣營就CP950 非微軟陣營就是 UT58 所以 執行 我記得好像是會是 馬上 中文的部分全部亂碼 那當然我想說我奇怪我是根據你上面講的結果反而是錯的 然後我就改一個什麼 CP950 居然 就OK了啦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 有時候 當然還是 上面的東西還是不準 有時候還是要測試才知道 那裡面呢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基本上我就把這個格式給get下來 那這個get 當然我剛剛講過你可以把那個給下載 下載之後在這邊有個 CSV對不對 那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CSV按右鍵 我是建議你可以用那個什麼呢 有一個叫 NotePad 如果你用編輯他會用這個 記事本開 但是基本上記事本有個缺點 就是你看不到一些 你本來看不到的東西 抽象 那意思就是說呢 有些像什麼那個天眼通啊 就是 他可以看到一些 所以NotePad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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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說 他可以讓你看到 檔案裡面 可能你本來應該看到 但是你卻看不到的東西 所以你按右鍵有沒有 請你把那個 網路上Google 這個還蠻重要的一個編輯器 那 你這個時候呢 可以把它怎麼樣 可以把它開起來 開這個 但是有一些 後面的符號 你看不到你可以檢視裡面 有個特殊字緣 特殊字緣呢 請你把這個特殊字緣 裡面的 顯示所有字緣都打開 那你會發現 他後面會多了兩個東西 一個CR 一個LF 那在 那個Python裡面 CR就是 反斜線R LF就是反斜線N 那也就是說 將來如果你要把東西抓到那個Python裡面的話 你變成一定要處理這兩個東西 如果你沒有處理這兩個東西的話 那你進來的東西就會多兩個字緣 那這兩個字緣就會造成很多的困擾 所以這個部分該怎麼處置 我想 待會再來看 程式其實你會發現 你用Python來寫 真的很簡 簡潔 大概就是 一行兩行 加一個資料回圈 就搞定 所以我還蠻喜歡用那個Python來裝網路資料 因為真的太方便了 應該沒有比他更厲害了啦 OK 所以怎麼做 我們待會再來看 請各位先把那個 兩個動作先準備 確認你的Request 這個套件 有安裝到你的 這個環境裡面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 到那個台北市政府的 開放資料網站 找一下那個停車場 就是你 我在那個連結 或者你 打那個什麼呢 台北市政府開放資料應該也會找到 然後你就搜尋那個開放資料裡面的關鍵字 打一下停車場 然後會找到 應該是在第三個吧 會是那個轉乘的停車坐標 那我們 因為我也是想說 抓哪一個比較方便 就找第三個這樣會比較好找 當然除了 抓那個 這個資料之外 你會發現底下還有很多啦 你如果要練習其他的 做法基本上都一模一樣 你會發現台北市政府 還蠻喜歡用CSV的 幾乎好像我看每一個 大概 十之八九都有那個CSV的 像他現在用CSV 我直接把它 複製造過 我就可以用那個